感謝就是在他們奮戰的過程中 所有國人替他們都努力的加油打氣 然後最終他們不負眾望能夠拿下這面金牌 在這邊也是非常謝謝全國的觀眾 然後還有所有支持他們的粉絲跟朋友們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就請來我們選手依序發表感言 直接直接講就可以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棋林 就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也很感謝國家的栽培 然後也感謝澳會感謝體育署 然後感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然後也感謝我的球團土地營養隊我的栽培 那能拿下這片金牌我真的感覺非常榮耀 那希望四年之後呢有機會能繼續努力 再努力一次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周天成 然後就是很感謝就是大家的支持跟幫忙 特別是在我們就是在賽程很緊繃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是最好的後盾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運動員 然後支持每一個項目 然後可以我們有這個凝聚力 然後可以把國人再次凝聚起來 謝謝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昂 很感謝大家今天來接機 然後也很榮幸今天為台灣帶回一面金牌 然後也希望未來我退役之後起零有更好的成績 對然後當然也希望說可以繼續推廣羽球 身為要退役的人那當然希望說羽毛球可以越來越好 在台灣越來越好 來培養更多的後勁 然後也謝謝各位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在球場上可以堅持這麼久 然後很高興可以把這個榮耀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然後請那個洪衛跟嘉欣也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我很感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了一個中繼站 讓我們在國外可以吃到台灣的美食 然後讓我們就是可以補充 然後訓練然後恢復都非常的完美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葉宏衛 首先謝謝所有人來道場 那也謝謝教練的幫忙 然後球團的支持 然後讓我有第一次的奧運會可以參加 希望下一個四年我還可以繼續參賽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 謝謝今天大家的道場 然後謝謝大家在我們比賽 給我們的鼓勵與支持 那希望之後混雙也會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這邊媒體朋友 有需要提問選手或教練了嗎 這邊想要問麒麟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希望可以下一屆繼續拿奧運的金牌 那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你下一屆的搭檔就不再是李洋了 是向傑 可以聊一下說要怎麼跟向傑 完成這個目標嗎 可能跟李洋跟向傑搭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謝謝 因為我們還沒有正式搭配過 那當然就是希望從默契培養開始 然後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因為還有四年可以去 希望教練可以幫我們做一些規劃 那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好 我們下一位提問的媒體 想請問一下李洋 就是接下來你會到台體大任教 那同學都很期待 國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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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那同學 國體大學任教 然後希望目前是 目前是只有這門課 然後也希望說可以培養更多的後進吧 然後也希望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可不可以參選與協的理事長 看可不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身為選手的幫助這樣 加油 好 我們還有媒體要提問了嗎 請一餐 稍等我一下 想詢問李洋跟王淇琳 就是回台有沒有特別想要吃什麼 然後未來有什麼規劃 就是粉絲們都很期待 可以跟你們見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的行程規劃 跟想要吃什麼嗎 當然就是想要吃 自己家人煮的餐 因為出去這麼久 那當然是很希望可以吃到自己家人煮的飯 那未來的規劃就 我們先會 會先稍微做休息 那有什麼規劃 自然之後會公佈給大家 好 我們還有下一位媒體嗎 下一位媒體朋友 稍等不下 稍等不下 第一個問題想給李洋跟王淇琳 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這兩屆的奧運金牌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上一屆可能開始是比較難的 但我們這次是以 就是全勝之姿是挺進金牌戰這樣 我覺得上一屆我們剛開始在打的時候 台灣人可能還比較不認識我們 那這一屆其實我們近三年來的成績其實真的滿起伏的 那也滿多人真的不是那麼看好我們代表台灣參加奧運可以奪得好成績 那我想我們很高興可以堅持過來 然後以全勝之姿拿下冠軍 然後為國人爭光 謝謝 一起 就上一次參賽的時候可能自己第一次參賽也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也沒有預設自己會奪牌 那最後奪牌的時候是非常開心 那再過了三年之後中間經歷了非常多 那狀態也是起起伏伏 所以能再一次在死亡之主出現 然後可以順利的奪得金牌真的是非常感動 那也謝謝就是國家的栽培 然後謝謝紅銀教練一直以來的指導 也謝謝求成圖銀 都一直沒有放棄我們 謝謝 想問一下麒麟 就是女友今天十元早早就來到桃園機場 然後剛剛兩人在裡面也有相擁嗎 那剛剛裡面有沒有聊什麼 然後未來有沒有預計要怎麼慶祝 然後接下來有沒有一些好消息 要跟一些球迷講的 對對對 看能一下飛機就遇到 見到他當然是非常開心 那慶祝的話當然是希望回家 就先就是一起去吃個好 吃頓好的 然後對好好休息一下 那之後有什麼消息就自然會讓大家知道 好 我們下一位剛剛這邊有要提問的嗎 想要請問周天成小天喔 就是你去年抗癌成功之後 大家就很擔心說你的狀態會不會多少有受影響 那這一次奧運賽是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你的身體狀況看起來好像比上一屆奧運來的更好了 想要問一下你自己怎麼感覺 然後另外就是很多球迷都關心說你四年之後三十八歲了嘛 大家還有機會在落拳奧運看到你嗎 謝謝 當然就是也是在去年就是有這些狀況嘛 然後希望自己還是可以就是以很好的狀況回到場上 所以就是這段時間一直在努力 然後也是狀況變好的時候才跟大家講 所以我相信在這次比賽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次其實狀況還調整不錯 那至於下一次的話 就是我是還會繼續去爭戰 然後希望就是還有機會代表台灣去參加下一季的奧運 謝謝 想問一下學生我們剛剛在機上的時候 是不是有聽到機長廣播有給你們一些支持跟鼓勵這樣 然後想問說你們的看法跟感想 剛剛這個問題我們請一位代表就可以了謝謝 好我覺得就是有機長的廣播然後給我們很大的支持就是 告知這班班機有我們的有這些選手 然後也希望大家給我們鼓勵讓我們非常感動 那另外當然還有賴清德總統也有在機上廣播出現 然後我們也是很驚喜可以得到總統的勉勵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這次其實就是讓我們就是倍感尊榮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是真的很開心這樣子 你好想問一下李楊跟王麒麟 這次整個就是奧運巴黎整個過程中 你們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時刻 如果是一個瞬間的話我自己覺得我是親吻球場吧 因為對我來講象徵告別球場這個舞台 對我來說我覺得每一場比賽對我來講都非常難 尤其是小組賽最後一場對中對劉宇成那一組組合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在確定晉級的時候其實自己鬆一口氣 但比賽還在進行那在場上李楊有提醒我說氣不能掉 那我自己有把那股氣撐上去 所以在後面的比賽才能繼續維持這樣的氣勢 然後另外一個瞬間可能是在決賽的時候第三局 其實可能體力有點快耗盡的時候 那李楊跟我講了一句 你是不是美麗的那一句話 我想說不能被小喬 對所以就把氣頂了上去 提問嗎 想問一下就是李楊和王智英 就是如果看待你們有大賽體質這個觀念 也就是像李楊在金牌戰前一天還跟酸民回覆那一段話 對就是非常的強行長這樣 好奇一下就是為何就是在奧運會表現特別的突出這樣 我覺得可能 奧運會的時候更多國人在支持我們 所以可以在現場聽到我們很多的加油聲 那至於大賽我覺得主要真的是因為 我們公開賽才打不贏耶 對我們沒有特別去我們公開賽也很想贏 但很可惜沒人拿下勝利 那很高興這次又將金牌帶回來台灣 我們下一位還有提問了嗎 下一位沒提朋友 稍等一下 想詢問說李楊也是金門人那有預計什麼時候想要回家嗎 然後會不會也是想要在金門發展羽球這一塊 我們看到這個台灣隊的健兒光榮反抵國門 而且這次出國比賽真的還拿了許多獎牌 這一班飛機上就有兩金一銅 包括林楊配的羽球男雙衛冕金牌 還有在定向飛把設下銅牌的李孟遠 而今天最搞笑的當然就是林楊配了 因為呢 李楊在之後要到國體大來教書 但是被記者講成台體大 王麒麟還搞笑的幫他糾正 而李楊也透露弦外之音 說他想要參選羽邪的李市長 為台灣羽球的未來盡更多的力量